对,明年确实有个大的活动 那多少人也都无所谓 我知道是个大规模 那这活动的目的 就是一个整天大家共凶 主要也是就是帮助大家 找出来这人生一个答案 我不敢讲说是醒觉 大家可不可能醒觉过来 但我说就是这个 总是这个姻缘大概很成熟 这时候地球它的变化相当快 这频率也快 你看我们步调也快 烦恼也多 大家用这个多多多媒体的这工具 用不完的知识也很丰富 我们要想找什么知识 就找什么知识 但是反过来 我们这时候也是可以讲是极端的不快乐 每一个人我很少看到一个人快乐 对不对 包括我自己啊 每一个人都要反省 随时反省就是这个步调那么快 是不是这个真正的生命 真正的全部的生命可以活出来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 这个反省 问自己 那我认为 其实用这种整体的这种共修 首先它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一种厂 一种生命厂可以产出来 那生命厂越大 有时候它本身就是给我们一个帮助 让我们大家共同可以可以一些一些体会 甚至有些人会领悟到很深 那最多也是这样子 那其他也没有什么期待嘛 对我个人也是比较方便 我就不想分段一次一次这样讲 这是为什么用这些书也是这样 想要这些书交代差不多也就是 也就这样子 其实也没有什么 我感觉也没有什么好的这个提醒 这没有什么 我个人没有什么提醒 也没有准备想表达什么内容 有什么这个系统 其实完全都没有 是没有系统的系统 也就是古人一些话 而且我个人一些体验 这样子跟大家分享 做一点小小的分享 最多也是这样子